Depending on does acknowledge this Travel over several sensitive sites though they won't specify which sites those are 中國透過各種意想不到的設備 想拍各路機敏畫面 已經不是新聞 還會透過官媒展示自產無人機 到底有多會拍 但傳出今年1月 由一名工讀利用人工智慧照片 偵測農作物 寵害的中國留學生時風雲 拿著無人機 到畫面上就位在維吉尼亞州的 紐波特紐斯造船廠拍攝畫面 原因是這裡的造船廠 正積極製造航空母艦 和維吉尼亞籍核潛艇 讓美國司法部罕見的 以間諜法罪名起訴他 上一回被這樣起訴的案例 已經是一年前 但和上一回不同的是 這一回被起訴的案件 因為也是在公共場所拍照 由於在公共場域拍照 受到美國憲法保護 縱然不是美國公民 但還是享有憲法權利 案件將在20號開庭審理 只是美國媒體對於嫌疑人保密到家 外界完全不知道他長什麼樣 當然也無從得知究竟是興趣 還是中方真有派人要刺探敵情 中美關係敏感時期 任何小動作都有可能引發大問題 在那裡隨便多報道